佛门的咒语 含长每一尊佛菩萨修正的精髓 同时也是一种应生法门 陀罗尼也就是咒 又称为种慈 意思是慈善不慈 慈恶不起 慈恶他 即可不慈善念 不起恶行 这是诸佛菩萨修持德国的新药 也是他们独特的精神密码 日日慈送 长久熏修 自然能够与诸佛菩萨感应道教 大悲咒在世间来讲 比方说你在江河大海 会遇到 我们很怕遇到海难 有没有 什么空难 在高山旷野 又很害怕遇到亡粮鬼魅 山精扰乱 那么持大悲咒 持一变 对你有恶心的人 他会被绑起来 因为 发菩提心持大悲 这护法善神很多 护法善神很多 观世音菩萨会派 这个非常 大概五百善神还超过 五百善神 还有他各自五百眷属 善神的眷属 两千五百人 所以两千五百人够壮大了 所以你真的要发心 你会感受到 这个佛护法善神的存在 前几天才台风 台风我们的看板就 因为曾经被台风吹过 那就要又重新再做一片 又花很多钱 我刚好就在他的旁边 我说护法善神 你可要保护好 在吹坏可要花很多钱 你要保护好啊 很马上那个 就没有啪啪啪啪 就马上停下来 佛门的咒语 含长每一尊 佛菩萨修正的心水 同时也是一种 因神法门 直接透过因神的共振 与佛菩萨相应 十方新闻记者 赖伊荣桃源采访报道